原创V战役战役军事 王超出航母 我死不瞑目 他在执掌中国海军的岁月里 更是眉少带着手下的将领们 比如 大家都熟悉的局作 张赵忠将军 在军队高层到处演讲航母的重要性 然而 大多时候却都在碰壁中度过 最终 刘华卿将军在2011年带着遗憾远去了 最终也没等到2012年辽宁建服役的那天 为什么航母这么重要的战略级装备却曾在中国那么不受待见呢?以及海军怎么就没人疼没人挨呢?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海军太烧钱了,以前海军受气的岁月,国家并没有今天这么富裕,每年的军费开支也比今天少太多太多,军费弹高就这么大,海军随便天点船升级升级装备陆军和空军就得勒紧裤腰带了, 而且让陆军空军勒紧裤腰带去扶持海军,也并不能短时间内就看到海军发展的成效,更重要的是,在当时,自家空军都到处在打补丁,本土防御都没搞舰全,哪里有余力给海军发展大型舰艇去谋求远洋利益呢? 但令人欣慰的是,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,军费弹高也越来越大,沉寂已久的海军终于迎来了自己井喷发展的时代,大批新锐舰艇的相继服役,国产航母也即将入列,刘华清江军的医院也终于实现了。